虽然已经卸下基隆市议会副议长的身份 不过基隆市议员林佩祥 仍然持续关心搭乘9026国道客运通勤族的问题 特地邀请市政府交通处长王震宏 一起到南港展览馆站实地了解通勤族的问题 期盼继续和台北市政府以及新北市政府合作 改善通勤族的后车环境以及站点等问题 身为最关心通勤族的佩祥 就在这边很想建议交通处跟台北市政府来建议 把目前的这个后车环境跟这个站点能够再加强 毕竟来说基隆人在台北上班高达9万甚至10万人 这个人次这个人流是非常的高 所以在这边王处长也在这边实际看到了 我们在这边等车后车停上面的不足 跟通勤族上面的辛苦 那我会希望说市政府能够把这些不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包括我们这些通勤族跟他直接表达的意见 能够好好带回去来去做未来 跟新北市政府台北市政府能够沟通协调的参考 然后把我们9026的这些通勤族们好好保护住 好好让他们能够准时上班安心回家早点回家 请交通处来了解包括我们9026 我们回家的一个通勤族的一个情形 那以及整个后车一个环境 然后想我们未来针对这些相关的缺失 会跟我们台北市的一个相关局处来研议 那看如何改善整个的后车环境 让我们市民朋友有更好的一个 搭车一个环境跟空间 谢谢 记者吴俊松 吉隆报导